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亲爱的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欢迎准时收看亿万大赢家 我是大家的好朋友 黄冠华为你做现场的Life 那么今天开了一个一高压力盘 那么面对的上面这个五日线的缓压 是缓步的攻坚 但是其后比较强其后在修正逆价差 我们可以看到今天开的是一高压力盘迅速下杀 这种大家一定以为像昨天那样不会 一高压力盘买盘再尾盘 结果它在盘中就开始拉再打下来 开始拉再打下来 越走越高 那么成交量还是萎缩 但是涨的加速比跌的加速多很多 昨天因为这个弹力设变 这个整个行情逆转而下 我想很多人吓坏了 一定吓坏了 可是我就跟你讲这个没什么 为什么呢 这个是涨多以后的平台整理 它这整个就是在14427跟14053这边的一个攀正格局 只要润线没有下弯这个都OK 润线现在目前是在14107 今天最低到14134没有跌破 没有跌破就是OK的 只要它再度的站上五日线 再度的站上五日线 五日线目前是在14258 这个恐怕要需要明天才有办法 但是现在已经很健康的 昨天的大跌之后 今天回魂了很健康的一个盘 这个盘健康在哪边呢 我们可以看到涨的是电子股为首 传产股部分的支援而已 前几天会下跌 原因就是传产股大涨 团层股只是作战行情短线行情而已 它没有波段行情 但是有波段行情就是 航运类股它已经涨高了 你在追的话 你当天像昨天的人打的鼻青年总 钢铁股也一样啊 那今天把这个回攻回首到这个电子股来 这是对的 外资马上就要休假了 它也要拉一下电子 那回去以后投信啊 大部分也是布局电子比较多了 所以电子股才是台湾真的主流了 那电子股在这边 我一路的跟你讲景气行情 还有节能5G这些 5G跟节能 还有车用的这三块 你就可以做 可以做很多股票了 我昨天还忧言在耳 怎么跟你讲 我说啊这个时间点 来买什么最好 买盐金最好 对不对 盐金被关紧闭了八天九天 今天门苦开甲 一拉就拉上天板 这外资昨天大卖 你看外资昨天大卖几张 卖了三千多张 这公公呢 明天就要开 今天就开甲了 它还在卖股票 真的是有时候它卖才会涨 所以你现在注意到一点 这一档股票它跟别的股票 不一样就是什么特色 外资成为它最大的卖押 为什么会这样子 外资的欧白泽 它为了要度假 有时候乱卖 这几天都有的股票都是乱卖的 这一档股票 我从37块 拉回找买点 触底换工告诉你到现在 对不对 我买都不动的 还多量再加码 我沿路的加码 37 38 39.5 我都没了 中修了 我是回来买 跟人家不一样 人家是去追高再加码加码 那个不是不对 我是回来就买 回来就买 因为这九天 一天能够买几张 对不对 那我就一直买 等到今天开放了 哇 一开放的话 一花不可收拾 拉到帐天班 其实我在买 截然股我只有买两档 一个就是严晶 另外就是六四七七 叫做安吉 你常常看到我节目 我就常常讲这档股票 这档股票也是好股票 也真的是好股票 真的 所以股票买好的 你这种震荡根本就不用怕 你看我原路上来 我都回来就要加码 拉回找买点 每天跟你讲 对不对 每天告诉你的信息 就是拉回细事代工 要突破四十一块才会转强 这个股票就是很奇怪 我说即将大涨 它涨 涨快要到四十一块 又涨不动 涨不动再回来往下洗 对不对 再回来往下洗 涨一块半 涨一块半 收盘四十块五毛 再往上攻 那四十一块没有有效的占轮 六四四三只要四十一块占轮 它就可以往上攻了 你看四十一块占轮马上涨点板 四十一块就是夜线的关卡价 是夜线的关卡 也就是这个夜买股票人的平均成本 我常常用这种方法来告诉你答案 就是从K线的形态 来判断股票的涨跌 从金线来判断股票的多空气势 量价关系跟这个KD指标 其实这一档股票在我买的那时候 就开始有向上的机会了 就是三十七块那个时候 就开始打回来就是买点了 没有再破底了 所以这种股票就是说你要懂得去布局 我当初是在这里买二十块三毛 涨到这边卖掉一倍 三十个营业日 下来买上去再卖掉 我就没有理它 结果它现金针资拉成这样子 拉成这样子 现金针资从三十块拉到四十五块 拉了五十% 这一波我比较可惜 我看它会下去 可是这一波就不一样 回来找买点 这是长线的主流 长线主流 你不要怀疑 我上个礼拜一直给你照 你也有记者 我这鸭股票 上五线要贪才会快 你知道我会员是加码再加码 上五线 五十万 你如果今天你来买五十万 买四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 十几万今天贪 就贪多少 对不对 一天贪四万 今天一天贪四万 十几万 也才四十万 如果十二几万一天贪五万 对不对 咱们说股票长楼了 大家走到买 我怎么跟你说 也是说这支 我没改变 看好就是看好 中美经理也一样 我从一百块就告诉你到现在 他也不会挂 但是我有调节下来要买再买 中美经理是六五四八三 这同样 我在这里给你们报告 对不对 见长虹 哇 开始喷出 他说我就跟你讲六四八八 他跟这个有关系 这个假如走漏你就要小心 这个没有走漏以前都OK 你就续报 这很简单 看股票看明镜 明镜在哪里你捏 捏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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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捏 可以捏 所以股票要赚钱真的是还需要忍耐 我会员每天就跟我讲 老师你的眼睛 怎么天天都不涨 看了真的是难过 涨上去又下来 昨天还打电话给我 我说你怎么忍耐 我们现在是九天的观景币 明天就门虎出甲了 他说真的还是假的 我说真的 还有一个会员来加入他 他说压估之 我跟他讲说要做圆经 他说这敢不去 他很怀疑 把他打穿 老师你是怎么做股票 我怎么做股票 这敢不去 我说你稍等一下 你股票你等一两天 你怎么捏不掉 你拷牢的感觉 老师买的怎么不会涨 今天不是涨点半给你看 我还跟你叮咛说是观景币丸 门虎出甲 今天拉到涨点半 对不对 对不对 一样的现金真是 现金真是塌塌这样子 一样的现金叫做3680 这枝也吃夭壮滚 自己弄到这样 有没有 我有跟你说吗 现在要开始交钱了 12月18号开始缴钱 他一样的投信 沿路大卖 等到投信卖完他就会涨 今天就拉上来了 今天就拉上来了 有没有看到 拉上来了 那慢慢来 这个还早了 这一家现金真是去年有一次 现金真是110块 你看他去年现金真是一样 一到那个时候跌到 我记得跌到八十几块 八十九块 现金真是110块跌到八十九块 从200块跌下来 结果涨到339 涨三倍 现金真是能赚三倍 现金真是能赚三倍 这一次现金真是来 我拿注记给大家看 夭壮我过来236块 236块 他那时候还有官司 他有一个官司 现在和解了 他冒就是清钱 这个有清钱专利钱 这是清钱 那清钱他现在和解了 钱姐这个九亿就拿回来 现在还现金真是7500万 那你在7500万236块 你把它乘下来 你就知道要挣资十几亿 加起来二十几亿 Cash在手上 要搞什么都可以 他把他的 他那个厂房卖给台积电 你就知道他跟台积电的关系 还有一个重点 内行人看门道 外行人看热闹 他就是不想降价求售了 别人都要他想担 他没有利润 他其实他利润很好 他没有利润他不接 很多公司是这样子 他利润 譬如说有一家IGBT 他不4%他不接 他说炭气不是4% 炭40% 他不是40%他不接 所以你看股价这种东西 你毛利率越高的人 越高了你知道 像红海道三 毛山道四三四八都在谈 就是方法不同 方法不同结果就不同 对不对 这就是股票的道理 股票事实上 没有什么道理 会长就好 我相信你也是认为这样 老师你不要跟我说这么多 你跟我说哪一支会去就好了 对不对 很简单 老师你跟我说哪一支会 哪一支会去大戏 但是你大戏你怎么会忍耐 你不可以说老师跟你说 老师不准啊 哪一支会这么久啊 摸几天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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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倒不掉 你像你一张大戏 摸两百多点 你手来的股票六部 摸到明明茂我们在搜索 你们五股票都一堆 一堆加算的 一车都拖鞋 拍档鞋一堆 我黄世民跟你们 我黄冠凡跟你们不一样 我股票不超级五支 一车都没超级五支 共同共有 差不多这个严谨 大戏限都有 这我公开给你们看 公开给你们减严的 不是说好小的 对不 我跟八方不一样 就是我公式在位 我八方跟八方说 我比较简单 我仗庭板不比较简单 我叫做仗庭板不比较简单 对不 问题是 你只有那么多钱 我买股票 我认为没有那么多钱 可以买股票 你买两支 你如果到钱 你就买了 对不 这个你怎么赚到钱 我们是精打计算 来参加我们的 TELGLUB 莫尔乎168 小老鼠 莫尔乎168 官方的LINE A 小老鼠 我帮你抽 对不 抽这个订高级的 实在说一下 抽到我实在很不好意思 老师 这订高级要等多久 我说 你如果等一星期 让你等 现在关键币 让你等三天 让你一支账天板 你买不 我相信你说买 他不是一支账天板 我当时在买20块几个 投资人问我 老师这支要去到哪里 去到27块 29块 大震荡的时候 大家刺到哪里 老师 这支你会走不 每天也跟我问 可以再摸不 每天也跟我问 你看 他每天跟我问 在这个地方 走到哪里 后来喷出 老师 有准 你有准 有准 你会怕你不敢带 我买一堆 我咬咬五六回 南白党是一个 六串的咬咬 我不是 在这咬咬咬 我マions 我在这咬咬咬咬咬 跟這邊一樣 我這邊是往下加碼 我往下全部收購 我都收購 都收購 來來來 你們不要我來 這個叫做定古基 這個叫做定古基 五十萬就夠了 一支藏田盤 這幾天 你知道大家聊天 你今天怎麼還不回來 尤其人買二六一五的 二六一五 一堆人 掌握發育 愛到最高點 跳價五十塊 咳嗽下去 太判存四十二塊 七百判 分譯 對不對 給你今天去 你怎麼買回來 補回來 補回來 對不對 所以郭平不要去錄管 真的不要是最高 昨天還有一檔叫做二零一四 這也這麼多人去錄 十七塊這裡這麼多人去錄 收拔存十五塊 現了兩塊 靠不靠不靠 你這麼不開心 不要 我們慢慢來 文盪的布局 先求文再求賺 大家不用討銷 我說這句話 老師你賺太慢了 我每天都要追贈天盤才爽 你昨天爽不爽 不爽 昨天垂心肝 對不對 不要天天垂心肝 天天抱得快樂的心情 做股票迎接未來的大行情 老師你現在一萬四千塊 你跟我說大行情 個股位接不同的大行情 我跟你說這個 你聽到嗎 現金這麼多 台幣繼續升值 美元繼續貶值 這是第一行 第二萬年經濟 第一貴一定沒有問題 好啊第二貴 第三貴你就比較賣 我沒跟你騙 我都首先跟你預告 就好像 我在這本書裡面預告 14066 九年前預告 我今年一上節目 我就跟你講14066 我有跟你說假嗎 說真的 說真的苦口婆心 跟你說真的 你不一定要相信 你就要去騙你才會反應 這就是人生 很簡單 這就是人生 在股票市場的人生 沒辦法 我們休息一下 等一下再回到節目的現場 從全球經濟賣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下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68 0223516168 摩爾堅持 用心旋骨 從全球經濟賣動到總體經濟 從大盤技術面 基本面到籌碼面 面面俱到的旋骨策略 摩爾堅持 創造會員最大獲利 最為長期核心競爭力 唯有摩爾 名文下二 Do you want more but come to more 歡迎買點 0223516168 0223516168 歡迎回到節目的現場 以前PCB專門漲都是什麼 藍電 景碩 新興 今天有另外一檔5G的概念股 就是年貿 年貿出頭 台藥 這個就是法人在佈給的股票 真點是大跌很深在做緩攤 另外因為蘋果昨天是大漲2點幾% 經驗也是我曾經做過的經驗 今天大漲 它是剪刀腳 今天也是大腳 這都是跌升以後的大漲 所以今天很穩就是因為都是跌升以後的股票 大漲 所以能夠穩住這個大盤 這個大盤在這邊我先講 大盤在這邊你不用擔心 為什麼不用擔心 我會很簡單的告訴你答案 他走了11月2號以後開始走這一波 就是修正完了嘛 這裡修正三個月再走這一波 那麼走了1400多點 他這裡再進行另外一波的修正 這個修正完以後應該還有兩 還有這個是一波嘛 回來再一波 再回來再一波嘛 應該還有這樣子的一個波段 所以這樣的一個波段的話 你就不用擔心 它這個行情是做到明年的四月底到五月 所以在這個時間為什麼四月分五月到五月 它這個時間台幣甚至不會改變 資金錢滿為患 人說台灣現在真的發生了 就是大陸的位於返鄉 很多人在大陸他不跟大陸那邊搞了 就回來 他們都是台商嘛 所以對關鍵的零組件他們很敏感 所以你要掌握的關鍵的零組件 所以你要掌握的關鍵的零組件 包括現在特斯拉概念股大漲 很多股票248億 這個是特斯拉概念股 今天大漲又拉回了 倒大量又拉回 沒有關係 這個無所謂 像這個特斯拉概念股 再來是3605 這個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這個也是特斯拉概念股 這些會趁勢而起 這是我們明年度要注意的 明年度你大概要抓住 第一個節能股 這是國家的政策 也是拜登的政見 這個政策到2025年都有效 明年是2021年 2025年的時候要24%再生能源 台灣要達到相當的困難度很高 也就是要使用太陽能 使用再生能源的機率非常非常的高 需要的量很大 所以太陽能來講是長線的主流 它三年不會改變 台灣沒三年也香港警 5G已經做第二年了 明年就是第三年 5G在這邊 設備材質差不多要減退了 5G的我們可以看到 5G最先漲的是什麼 3324 雙紅 這在退黨 你知道 這在退黨 這是5G最先漲的 包括操縱 這是5G最先漲的 後來漲到PCB 後來散熱模組 漲到2345 這個在創新高 這都開始在退黨 所以你現在5G裡面 能夠做的只有 被動元件裡面有零件 有些零件是5G很需要的 5G手機很需要的 因為它數量比較多 本來750個變成1000多個 還有車用也用很多 你只要找被動元件裡面可以找到 節能股可以找到 未來 IC設計裡面也可以找到活潑笨調的股票 這是明年一夜混 你需要去用心去找的股票 那我都是買的等它 包括YF6也是一樣 你買的等它 你這幾天下跌你也不用擔心 下跌好買點了 這是拿回 因為外資要回去丟價 有些人亂買亂賣 你說胡亂賭你知道嗎 亂買 亂買你就不用怕 你就會買 買才放 不用怕 真的 股票就是要買好股票 買什麼 財報三利三升 毛利利 盈利利 稅後淨利上升的股票 將投資當作事業 才能夠賺得一半富翁 你不要為了短線 天天追逐短線 我不相信短線客會賺到錢 更不相信投機客 每天當中會賺到錢 你都豪小亂賭 你不要相信那些 那些都普通共的 台灣人說的普通共 你聽著說 你實際上 股票是賭資 不是賭基 我們看好的股票 有多少倍 慢慢加 一噴出就是障碟板 這才是你需要的 不是每天去追 追追追追追 對那買你就套牢 套牢你要求 要靠沒面子 但是我黃世民告訴你 邀請你加入一起贏 摩爾55168 LINE的小老鼠 摩爾55168 歡迎大家有錢一起賺 想要賺錢的投資朋友 壓估資 花小錢賺大錢 我們謝謝大家的收看 祝大家 今天操作順利賺大錢 明天賺更多 謝謝各位 再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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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服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也有大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绩效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未经许可,不得翻唱或使用